起機起到一半突然煞停 不單數慶還嚇人 國泰航空有一班編號CX-198 由新西蘭奧克蘭飛回香港航機 原定新西蘭時間星期六下午1時半起飛 乘客何先生說當日上機後延誤到2時半都未能飛 機組人員說貨倉門故障要求乘客下機 隔了9個字乘客才可以再登機 飛機後去跑道起飛 誰知加速度一半突然急殺 多數乘客都向前衝 他說假如再多幾秒先煞停 飛機分分鐘已經衝下海 有如死過翻生 最後全部乘客再次下機 飛機又拖回維修庫修理 何先生和國泰安排轉乘其他航空公司 經新加坡轉機回香港 前後浪費16個半小時 說已經對國泰沒有信心 以後都不會再坐 他又翻查攝氏飛機的註冊編號是BHXD 相信機靈達到19年 質疑是否機靈太長導致問題多多 國泰幾乎滑落海 新西蘭傳媒都有報道 並引述國泰回復 指攝氏A340型號飛機 4個引擎其中一個出現問題 經維修和測試後再次起飛 原來問題仍未解決 所以要停飛 國泰對乘客構成不便自協 我找TV通網電視新聞台不得 加坡轉機回程 加坡轉機回程